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既见如来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 自所以总是不能觉悟 是因为把看到的各种现象 其实是假现 我们把它当做了真实的 产生了执着 所以要学会觉知 把假象还原为真相 那么假如说你看 看到假象觉得理所当然 是眼见为实 这个惯性在起作用 那么还有一种东西 我们每时每刻在接受 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这种东西呢 也是构建了一层一层的囚牢 在那个扼杀 我们内在的直觉 以及那个创造力 那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我这里先不说 先放一放 我们先看一段《金刚经》的经文 而时 虚伏提白佛言 世尊当和名此经 我等云和奉此 佛告虚伏提 世经名为金刚波罗波罗蜜 以世名字如当奉此 所以这和虚伏提 佛说波罗波罗蜜 既非波罗波罗蜜 世名波罗波罗蜜 虚伏提与玉迎合 如来有所说法否 虚伏提白佛言 世尊 如来无所说 虚伏提与玉迎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威成 四位多佛 虚伏提言 甚多世尊 虚伏提 诸威成 如来说非威成 世名威成 如来说世界 非世界 世名世界 虚伏提与异云合 可以三十二相 见卢来 否也 世尊 不可以三十二相 得见卢来 何以故 卢来说三十二相 既是非相 世名三十二相 虚伏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恒河 杀等生命 不失 若夫有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 四句祭等 为他人说 祈福甚多 那这段经文 特别重要 他大概的意思 是这样的 就这个时候 虚伏提就问佛陀 世尊 应当用什么名称 来称呼这部经呢 我们应该如何信守奉持这部经呢 佛陀就回答 这部经叫做金刚波罗波罗蜜 你们用这个名字信奉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虚伏提 佛说到彼岸的智慧 其实法无定法 并非到彼岸的智慧 只是名为到彼岸的智慧 虚伏提 你觉得如来 真的说了什么佛法吗 虚伏提回答 世尊 如来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虚伏提 你觉得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威城 是不是很多 虚伏提回答 很多很多 世尊 虚伏提所有的威城 如来说并非威城 只是名叫威城 如来说世界既非世界 只是名为世界 虚伏提 你觉得可以根据三十二种身体的特征来认识如来吗 不可以 世尊 不可以根据三十二种身体特征来认识如来 为什么呢 三十二种身体特征并非如来的真实本质 它只是一个方便的假名而已 所以称为三十二相 佛陀说 虚伏提 假如有善男子和善女人 以恒河中 杀子那么多的身体和性命来做布施 又有人能够信守奉持这部经 甚至只是信守奉持其中的一句诗句记 并且广为他人宣说 那么他的福德远远超过以生命布施的福德 那这一段为什么说他重要呢 是因为释迦摩尼佛 就是他已经讲完金刚经了 然后就是要给那个金刚经取了一个名字 叫金刚波罗布罗蜜 然后他就强调了五个意思 哪五个意思呢 第一就是说 这部经名为金刚波罗布罗蜜 那我们已经在前面解释过 什么叫波罗波罗蜜 就是到彼岸的大智慧 金刚就是最坚硬最锋利 但是在这里呢 释迦摩尼佛自己却这样解释的 他说佛说波罗波罗蜜 既非波罗波罗蜜 是名波罗波罗蜜 那佛讲的到彼岸的大智慧 其实并非到彼岸的大智慧 只是一个名称 只是名为到彼岸的大智慧 那这种句式在金刚经理反复出现 叫三句意 那第二点呢 释迦摩尼佛又问了一个 原来问过叙菩提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我是讲了什么道理吗 叙菩提说 其实您老人家什么也没有说 这个是确实蛮奇怪的 明明就是讲了一通道理 但是听着那个学生说 什么也没说 但是假如你理解了金刚经整个的这种脉络 你就会觉得不奇怪 因为金刚经理每次讲完一个观点 讲完一个道理 释迦摩尼佛担心你会把这个观点 这个道理当做教条 他马上会自我否定 叫谁说谁少 他说我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有说 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真正的意思 浅层次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把我说的当作绝对的真理 去框住你自己的修行和证悟 要是这样我就是害了你 那第三点又重复了一次前面已经讲过的 就是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的意思 但这次的总结呢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种相的虚妄 就从微尘和世界 微尘你看我们世界上现在满地都是微尘 但是整个的就是一个广大的一个世界 但世界不是由微尘组成的吗 微尘就是射体的极小者 小的叫极尘在佛教里面 那七倍极尘叫微尘 那有人认为佛教里的微尘 大概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里讲的原子 微尘你看可以无限的小 世界可以无限的大 仔细想一想 任何你的身体你看可以小到无限的小 但是可以无限的大 再小的微尘你看也有自己的世界 再大的世界也是布满微尘 都是因缘聚合而成 都是名为微尘 名为世界而已 那我们中国禅宗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我们从微尘的角度看 那我们看到的是万象生严 无一不是沉静就是外境 那么假如从世界的角度看 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空虚 你看这是在佛陀在这句话里讲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呢 从微尘和世界的角度又落实到了佛的相貌 就是前面已经问过 你看可以生相见如来佛 其实要说的是佛的法身是无相的 这是又问三十二相见如来 要说就是佛的化身 其实也是个假名 也是无相的 那么第五点又强调了 为他人说金刚经 哪怕只是四句计 就是他的福德就无量广大 那么上述这五个点 实际上是金刚经里面反复在讲的五个点 基本上我觉得这五个点把金刚经最重要的一个脉络归纳出来了 就是一部金刚经 其实就是佛陀反复从不同的角度在讨论这五个点 反复就是开导我们 从五个点上找到解脱的道路 那么在这堂课上呢 就是我想重点讨论一下什么呢 重点讨论一下第一点 就是佛说波罗波罗蜜 寄非波罗波罗蜜 寄明波罗蜜 那这个是金刚经里反复使用的一种句型 透露了通向空的道路 那这种句型你看 它特点就是说 在肯定的同时又否定 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但是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所以有人称之叫三句议 在整个金刚经里面特别多这种句式 比如说庄严佛徒者 寄非庄严 寄明庄严 佛说波罗波罗蜜 寄非波罗波罗蜜 寄明波罗波罗蜜 如来说微诚非微诚 寄明微诚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 寄明世界等等 又比如说如来所说生相 寄非生相 你看虽然只有两句 实际上也是三句 只是省略了寄明生相 那这些句子假如按照字面上 你去理解好像真的很悬 像佛说波罗波罗蜜 寄非波罗波罗蜜 寄明波罗波罗蜜 就翻译成现代汉语 当然就是说佛讲的解脱的智慧 其实并不是解脱的智慧 所以叫做明为 只是明为只是叫做解脱的智慧 就是好像是语言游戏 就是佛头用这样的句型 到底他想要表示什么呢 就是想要我们领悟什么呢 我是觉得啊 就是佛头用这种句式 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两点 哪两点呢 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的语言概念 都是一种觉悟的障碍 所有的语言文字 都是人设立的 但是我们接受的时候 好像理所当然 我们听到个概念 听到我现在讲话 你觉得好像从来如此 理所当然 就是假如我们以为 语言文字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就会陷入 执着和烦恼 第二点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所有的观点 都是障碍 就是我们要从 所有的观点中解脱出来 那在这些课当中 我想讨论的是第一点 就是从语言文字 这种名相中解放出来 那第二种 从观点中解放出来 就是我们在下一节课讨论 那所谓你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首先当然是各种 可以感觉到的现象 是虚妄的 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 已经讲过了 就是要把假相 还原为真相 其次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名相 都是虚妄 就是你看 人类生活的假相 很大程度上 是由那个 人类发明的各种概念 名称组成的 那这些名称概念 束缚了我们的心灵 因此呢 你看 解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去掉 名称概念 去掉那些 被名称概念 所遮蔽了的真实存在 就是名称 就是一个名称 它就是人 创造出来的一个名称 但是呢 我们活在名称 所构成的世界里 在原始佛经里 有一个小故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它说有一座村长 离王宫大约 五里的距离 村民后来 就是每天 为国王送水 但送水的时间久了 大家都觉得很累 就想要搬离这个村子 村长呢 为了劝说大家留下来 就去请求国王 把那个无礼 无礼这个概念 改成山里 让村子离王宫近一点 注意啊 这是改了个名称 国王就同意了 奇怪的是 大家也留下来了 有一个人说 距离还是原来的距离 改了有什么用 但大家还是相信 山里比五里少了许多路 冷难为国王送水 这个比喻 我觉得特别意味深长 其实我们去观察周围 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那金刚经里的三距离 还显示了语言的无力 就是你看在真相 或者说真实的世界面前 语言是无力的 不仅无力 而且空洞 你只要想一想 世界上有上百个叫费勇的人 他们的年龄身份都不一样 但他们都叫费勇 你说费勇到底是谁呢 你再想一想 车子这个名称 汽车这个名称 在英语 俄语 法语 德语 不同的语系里面 写法 发音完全不一样 但他们指涉的车 这样一种交通工具 而且呢 你仔细思考一下 无论哪一种语言的车 不管是卡 英语的卡 还是我们汉语的车 你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思考一下 都不可能穷尽所有车的状况 只有具体的一辆一辆的车 但即使是你看 具体的一辆一辆车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或者名词 也不可能真切地把它描述出来 就好像我现在要描述 我眼前这个花 我认为语言是无力的 不管你怎么说 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完全描绘出来 所以因此你看 语言在那个事实面前 在真下面前 无能为力 因此就是说你看 重要的不是这个名称 就是我们不要停留在名称上 而是名称所指示的对象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语词 去看那个实际的对象 重要的就是不是三里还是无里 而是它实际上所代表的距离是多少 重要的不是它叫费勇 还是张勇王勇 而是这个名字背后那个人 那个真实的人 所以就是说你看 佛陀就创造了这么一种表达 所谓你看三里 不是真正的三里 只是名为三里 所谓费用 并非真正的费用 它只是名字叫费用 所以这种你看三句一的表述 是用语言表达 语言无法表述的 就是在引导 就是我们关照语言背后的具象 所以就是说你看 我们要把名相还原为具象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金刚经里面 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法则 就是你要让那个具体的事物向你敞开 而你自己也要向那个具体的事物敞开 不需要语言文字 就是你要越过语言文字 当下你看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物 比如车 就是你要去关注那辆具体的车 就是是一辆最新款的什么车 你上周买的 你正在开着这辆车 这个是你的 就是你清楚它的每一个细节 它是实在在的 但是佛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辆车你看 这么清晰的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手中 我拿着那个方向盘在开 它怎么可能是虚妄的呢 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 聊这个金刚经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他说名称有虚假性 我很容易理解 但是就说车这个名称 是确实是随意的 假如开始把它叫牛 那这个车就是牛吗 开始我们把杯子叫做叫做花 那现在我们认为花就是杯子 但是他说 你说内部具体的车 也是虚妄的 就很难理解 他说除非你像摩硕士一样 把这辆车变走 我就相信金刚经的话了 相信佛陀的话了 当然就是我是不可能把车变走 而且我觉得就算佛陀在世的话 也不可能把车变走 因为佛陀所讲的虚妄 所讲的空 就是我在前面反复提到过 并非不存在 并非没有 就这辆车确实在那里 而且呢 这一刻它确实属于你 就像我现在正在开 但佛陀告诉你说是虚妄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推理 第一你看 就是广告销售资料 销售员的介绍 以及那个车的外形 车的装饰 构成了一个影像 赋予了这辆车许多品质 比如高贵啊优雅等等 唤起我们许多想象和愿望 以为就是我拥有了这辆车 就可以达到一种什么境界 那这是一个幻觉 无论外在的装饰和广告里的文字 画面如何渲染 这辆车实际上 它就是一辆汽车 就一辆有那个发动机的汽车而已 假如就说 我们沉迷于这种幻觉 那你注定会失望 所以呢 就是说你必须在学习什么呢 学习在享受这种幻觉的同时 要把这辆车只是看成一辆车 就没有什么附加的东西 就是那是你的想象附加上去的 那么夏天的天空 你看云彩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的像小狗 有的像猴子 有的像宫殿 假如就是我们把这些小狗 猴子 宫殿当做是真的 那么你肯定觉得这个是很愚昧 但在日常生活里 确实我们常常把这些白云仓狗 当做了真实的东西 而且你没有意识到 而且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愚昧 第二呢 这辆车之所以成为这辆车 就是它已经成为你的车 它是有许多因缘造成的 这辆车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 它就需要技术 需要工人 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 相互配合 当因缘具足的时候 才能生产出这辆车 然后呢 又需要各种各样的一种因缘 它才可能被你买到成为你的车 只要某一个因素改变了 那这辆车 以及它与你的关系就会改变 就是没有什么独立的 绝对的因素 使得这辆车 就是成为这样的车 成为你的车 是各种因素 你看呢 是相互依存的一种结果 相互产生作用的一种结果 因此就是说 当你把这部车 只是看成一部车的时候 就不要以为 它是一个独立的 绝对的个体 而是一种组合 是一种各种因缘 合合而成的一个组合 那第三 你看 这辆车 现在确实是一辆车 它是属于我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每分每秒 它的零件在老化 在变异之中 还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 比如车祸 比如你的经济状况 都可能改变 目前的状态 就是目前的状态 它不是个常态 实际的情况是无常 那么这辆车 存在于那个 就是说无常之中 因此就是说 当你把这部车 看作是一种组合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意识到 整个的这个车 是一个无常的存在 那这样的观察 当然就好像游戏 然后呢 你看佛陀在金刚经里面 在其他的佛经里面 很认真的在做着这样的游戏 因为这样的游戏 揭示了 就是我们所追求 所迷恋的事物 其实非常空洞 非常不可靠 就是我们在拥有 享受的同时呢 必须摒弃 对于他们的执着 就是不要执着 一部金刚经 翻来覆去再讲 不要执着 假如我们执着的话 就注定烦恼 注定会痛苦 所以就是说 摄像摩尼佛 他所招式的空 并不是消极的逃避 而是对于真相的 一个勇敢承担 就是面对真相 在不可靠的存在里面 找到可靠的 不变的东西 那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一个佛经的故事 也是一个预言 其实 他就讲一个 很吝啬的牧羊人 养了很多肥美的羊 但有一个狡猾的人 想得到他的羊 于是呢 就对他说 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帮你把她求来 做你的媳妇 这个牧羊人 一听漂亮的女孩 你看 一听一个概念 漂亮的女孩子 是个名相 他就非常高兴 给了那个人 很多羊和其他财物 过了不久 那个人就回来了 告诉牧羊人 说你的媳妇 已经生了儿子了 这个牧羊人 一听就很高兴 他只是听到 听到那个概念 儿子 牧羊人就突然 就做了父亲 更加兴奋 就给了那个人 更多的财物 又过了一阵子 那个人就回来 对那个牧羊人说 他说你的儿子 不幸生病死了 牧羊人就嚎啕大哭 他真的是很悲哀 他并不认为 那个女孩子 还有他的孩子 其实是很虚幻的 是他听来的 是那个 你看是个名相 概念构成的 那这个故事听来 还很荒谬 但实际上 你安静下来 细细观察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周围的人 周围很多聪明的人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自己 还有很多人 跟这个愚蠢的牧羊人一样 就为了很多虚幻的东西 在奔波 在操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常常迷失在 名相构成的世界里 所以呢 一定要把名相 怀原为具象 你要对具象敞开 对存在的 生动的那种事实去敞开 而这种生动的事实 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那么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